HELLO,我是阿塊 又到了每週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有什麼遊戲賞私吧 《刀劍神域 火仙征戰》 藉由萬代南魔宮開發今年 《刀劍神域動畫》 莫出十週年而推出的 全新動作手機遊戲 在遊戲中 各個動畫系列的代表角色 將會齊聚一堂 帶來各種豐富的特色技能 提供玩家爽快又刺激的動作體驗 遊戲是3D的動作玩法 採用三人小隊唯一組 玩家將能使用兩種技能 衝刺、閃躲、攻擊等方式來攻擊敵人 而遊戲最主要的攻擊模式 就是利用隊友之間的互相掩護發動技能 之後再用互相切換的方式來做攻擊 不僅可以使用到每位角色的特殊技能 還能在切換的時候能缺技能時間 而另外一個打招技能 就是需要先累積本身的能量 就可以先發動覺醒 就能大幅度提升本身的攻擊能力 之後再抓準時機 就可以使用專屬的總結技能 也能使用出角色在動漫裡面的打招技能 像是同能就可以使用 48763 星爆起流斬 在遊戲中 每位角色都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再加上三種不同的組合卡牌 能夠建構出完全不同的能力小隊 在劇情方面 折頭過原創的場景設定與故事 描繪出同人一起人 面對新的威脅的冒險旅程 後期也有與其他玩家一起對戰的多人模式玩法 提供豐富多樣的戰鬥體驗 由BRANKO手平台發行的 復古療癒模擬經營手機遊戲 營業中90光商店街 在11月20號正式上市 遊戲的故事背景設定在上市季中的後期日本 在壓力如山的現代社會中飽受折磨 又被多年的好友給背叛 再一次機緣巧合的七遇 帶領他創圍到了幾十年前 而玩家將扮演的主人翁 在奶奶的帶領下 重新開始自己的創業人生 遊戲的玩法就是模擬養成 玩家只需要點選商店裡面的人物 就可以獲得金錢還有人氣值 人人氣值到達一定的程度 還可以開啟新的商店 雜貨鋪、聚酒屋、當鋪等等的建築物 在出門經上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遇到敵人 這時候就要看你的商談能力是如何了 整體的遊戲風格 還人溫馨還酒的商店街 算是一款輕鬆休閒的手機遊戲 《雲圖計畫》是少女前線的延伸作品 故事線發生於少女前線主線劇情之前 同時也講述了人形加入格里芬 成為戰術人形的經歷 以及玩家不曾得知的過往 戰鬥常常是即時戰鬥 玩家需要安排角色上陣 戰鬥的空間很像方格起盤的樣式 角色在遊戲中會自動戰鬥 玩家只需要排兵步陣就好 在戰場上是非常吃重角色的職業 感覺有點像是明日方舟的Fu 而後期的地圖才會越來越複雜 右下角會有玩家可以使用的技能 每個技能都會有CD時間 需要把握至每次出手的機會 而後期還能學習到更多的技能 像是瞬間移動 就可以將其中一名角色移動到地圖的 任一個指定位置 真的非常好用 而右邊會有一個能量條 在攻擊或是遭受攻擊的時候 就會累積能量 當累積的能量滿了之後 也可以使用一個角色的專屬必殺技能 另外也增加地下層元素作為核心 加上策略選擇 讓玩家的每次選擇都至關重要 而且這些屬性加成是可以累積的 越到後面打Boss的時候 更能發揮出更強的效果 如何解開隱藏故事裡面的謎題 指揮流亡者突破眼前的困難 就考驗玩家的能力囉 橫異數位遊戲代理發行的全新三國塔防卡牌3D手機遊戲 主攻衝衝衝在11月23號上市 遊戲是一款新款的塔防卡牌 就是簡單的安排角色上場 就會自動戰鬥等遊戲玩法 在等待怒氣值滿之後 連而使用無將的專屬技能 雖然在玩法上面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是遊戲還有一點蠻特別的地方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遊戲關卡做了很多不一樣的設定 有時候會是Boss的關卡 另外也會有一些直來直往的工程關卡 而這些遊戲玩法都讓整個遊戲變得比較有趣一些 時放辣椒旗下首款仙霞國戰手機遊戲 風神店決戰神週也在本週上市 遊戲是以風神版IP為基礎打造 玩家將可以在四種直接中選擇 戰士刺銷、法師全真、射手聖意、輔助雲羅 而遊戲的畫面就跟想像中的差不多 是有比一些免洗遊戲好上一些啦 但是在遊戲玩法上面就差強人意了 就是那種一鍵之後 卻會自動幫你的打怪、練功、國人物 也不太需要什麼的操作 也會有一些翅膀、寵物等那類的玩法 而挑戰Boss的關卡時也沒有太多的打擊感 整體的遊戲玩法就像前幾年的作品一樣 天意之戀 Second Round 由 Nelson 製作的手機公共RB區 以線上遊戲天意之戀的內容畫面 以及原作小說符文之子的故事為基礎 玩家將意外的被召喚到遊戲當中 展開一段未知的冒險旅程 一開始在遊戲中共有四位角色 使用常見的盧西安 使用大劍的波里斯 使用棍魚鞭的美拉 還有使用魔杖的底奇艾爾 在選擇角度的時候 還可以先觀看武器的專案組技能 遊戲的玩法是動作類型 一開始玩家只能使用普通的攻擊 在裝備武器之後就可以使用技能招式 最多可以裝備到五種 而每個技能是需要消耗SP SP會依照攻擊敵人還有時間來做恢復 你可以利用順序的方式來安排使用技能 因為每個技能會有不同的增益效果 資源、攻擊增加、突破極限、能力講話、還有終結 利用這些順序釋放之後 達到一定的增益累積 最後再釋放最強的必殺技 將可以疊加攻擊傷害 Grey Boss最強的一擊 將原封不動保留的原作小說符文字字的故事 透過角色的行動、對話框推進故事系統 並對畫面還有音效進行加強 除了能夠享受美麗的畫面之外 更有多樣的公共玩法 帶給玩家世界上享受遊戲的新體驗 由G2 Studio開發的手機遊戲新作 黑岩射手段章在本週日本上市 遊戲是以電視動畫不同的 另外一個世界為舞台 描述《二十二世紀》中 因情報生命題突然在網路上出現 人類所處的世界瀕臨毀滅的危機 玩家將與眼睛燃燒的少女相遇 展開一段穿越數個世界的戰鬥之旅 遊戲的系統採用簡單又不失高策略性的即時指揮戰鬥 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 玩家可以操作六個角色 而我方的角色在場內都可以自由移動 每位角色也會有自己的攻擊範圍 當敵人抵達單位的攻擊範圍內 便會自動展開攻擊 玩家需要利用地形還有虎伴的特性來殲滅敵人 也會有多樣的角色技能 還有大招技能可以使用 整體的玩法非常不錯 也很有策略感 可惜中文版可能沒有那麼快 喜歡的玩家可能要再等等囉 Coloror君朝IP衍生的動作設計星座 Coloror君朝M在韓國開放了事前登陸 遊戲中將收入玩家熟悉的原作裡的成員 在戰場上與對手展開激烈的即時戰鬥 玩家能夠自由搭配武器來獲取勝利 包含原作中還有原創的多種服飾 能夠讓玩家裝扮最喜歡的角色 隨心所欲打造最喜歡的外觀 帶給玩家最精彩的射擊動作體驗 Nanaburi開發的動作RPG星座 我獨自升級崛起 在韓國斧山舉辦的 Streetstar 2022 遊戲展覽展出 遊戲是一款動作RPG類型的遊戲 採用全球流行的網路漫畫IP 我獨自升級改編而成 該網路漫畫在全球已經累積超過142一次 而玩家將作為主角透過升級所獲得的各種技能 而5G打造專屬於自己的戰鬥風格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或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Newson開發了全新MMO SLG手機遊戲 文明帝國大權在握 確定在11月29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世界第一款使用文明IP的MMO SLG 以文明系列中最受歡迎的文明舞迴基礎衍生之作 同時繼承了文明的三種生理條件 征服科學文化等偉人核心要素 並提供賽季性的內容來增加MMO的樂趣 Screeninner旗下手機遊戲新作 齊禄旅人達魯的霸者 確定在10月29號正式上市 保留了經典的RPG劇情還有主機玩法 遊戲不適合門檻限制 玩家無論何時都能加入旅服 也能依照自己的節奏來享受遊戲 玩家將在細膩的三維橡樹中 所營造充滿沉浸感的幻想世界中冒險 青島呼籲代理的手機遊戲 Game Saga 葛蘭騎士團 確定在12月1號正式上市 以機械文明與奇幻世界混合的故事背景 描述騎士團為了解除 玉龍施加在王國的詛咒 而踏上冒前旅神的故事 而遊戲採用的是 Unreal Engine 4引擎製作 與全3D渲染動態模組所打造出 令人沉浸的遊戲體驗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我的觀眾朋友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掛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